大家好,我是茶医师小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清茶 清茶又名为乌龙茶,是一种部分发酵的半发酵茶 主要生产于中国福建、广东、台湾等地 清茶的制作工序复杂 经过了晒清、晾清、晓清、杀清、熔练、干燥等工序制作而成 它主要源于中国宋朝的龙凤茶柄,后在清朝发展迅速 清茶结合了绿茶和红茶的制作工序,滋味独特 所以又有绿茶的清香和花香,也有红茶的醇厚干鲜 那么清茶为什么又叫做乌龙茶呢? 是来自于其创始人的名字苏龙,绰号乌龙而命名的 清茶的干茶色则多样,有青褐色、红褐色、乌黑等多种颜色 清茶的茶汤也会随着干茶的颜色而加深 呈现出明亮的黄色到红褐色之间的颜色 今天我为大家冲泡展示的一款清茶是安西铁观音 我们可以看到安西铁观音的干茶色则是青褐色的 茶汤呈现明亮的亮黄色 叶底呈现青褐色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安西铁观音叶片中边缘是红色的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清茶在摇清的过程中叶片发生碰撞 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物质 使其叶片边缘变红 那么清茶的主要功效有哪些呢? 清茶茶性不寒不热 具有分解脂肪、美容消脂等作用 所以在日本又称为介美茶、美容茶 那么冲泡清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首先冲泡清茶的水温为100摄氏度 其次冲泡清茶的第一泡茶汤 则用来洗杯禁具散发茶香 第二泡才开始饮用 那么今天清茶的介绍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